我是团长 上一节课我们讲了A股牛市形成的三个必要因素和牛市的施大规律 这节课我们来讲A股的五轮牛市是怎么样形成的 A股市场从90年开板至今经历过五轮完整的牛市 我们看一下图中 第一轮90年到93年的当时老八股只有八家上市公司 我们看第五轮的2012年到2015年的 当时计算机行业赶上了移动互联网的浪潮 当时创业版从2012年开始疯涨 创造出了结构性的牛市行情 到2014年全面牛市 下面我们来具体就每一轮牛市形成的特点 跟它的背景进行具体的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轮牛市 当时90年上交所刚刚成立 一共只挂牌了八只股票 俗称老八股 由于当时交易所刚刚成立 决策城希望通过活跃股市 让更多的人了解股票 参与到股票东西来 所以这轮牛市的启动 主要就是因为重大制度改革 所带来的市场风险贫好的提升 因为当时股市是一个新鲜事物 所以大量的资金涌入 先知先觉者进场 同样的它创造出的赚钱效应 也吸引了更多的人关注股市 由于股票比较少 所以资金聚集在一起 导致了创造出了很大的行情 这个是第一轮牛市 老八股目前我们看到的深发展 也就是现在的平安银行 还在上市 当时的飞勒音响 也是老八股之一 目前还在一股上市 那我们再看第二轮牛市 第二轮牛市是96年开启的 这轮牛市跟企业盈利的 关联度不大 因为当时经济增速是在放缓的 企业盈利状况也在恶化 从基本面上讲 是不构成牛市形成的必要条件 但是当时航行也启动了 这个原因是因为有两点 第一个 是为了刺激经济而连续降息 导致无风险利率持续下行 也就是利率降了 无风险利率下降了 构成了牛市启动的一个因素 另一方面 互生两市交易所公开畅多股市 加上当时的十二道金牌的整治运动 进化了市场 都提升了投资者的偏好 所以推动了96年牛市的开启 所以当年的牛市 并不是基于基本面的 而是基于不断降息 再一个就是政策的推动 对吧 也是相当于制度性的变化吧 因为当时需要股市起来 所以股市也就涨了 这也就是政策的力量 第三轮牛市 是05年开启的牛市 这轮牛市是A股迄今为止 最引人注目的行情 它创下了6124点的历史高点 到今天十几年过去了 都没有越过当年创下的高点 它当时发生牛市的背景 是因为GDP增速 从04年四季度到8.9 到07年二季度的15% GDP是大涨的 增速大涨 企业盈利也大幅都改善 A股的净利润增速 从05年负的5.8 到07年的65.3 企业盈利大幅度改善 这个是推动这轮行情的主要因素 因为经济快速增长 企业盈利也大幅度改善 企业的公司的基本面 都发生了质的变化 所以推动了股市的上涨 这个是无话可说的 因为基本面好 股市股价涨是理所应当 除此以外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制度改革 股权分支改革 它彻底解决了A股上的流通股 和非流通股分类的历史遗留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 当时是有法轮股这一说的 法轮股是不可以流通的 但是股权分支改革之后 法轮股获得了上市流通的资格 所以这一点奠定了A股市场化的基础 推动了A股走向成熟市场的过程 所以制度性的变化 推动了市场的上涨 这也决定了当年的牛市 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行情 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创造出的6124点 至今没有能突破 这个是第三轮牛市 那我们再看第四轮牛市 它是08年10月份的时候 A股第四轮牛市开启 这轮牛市的背景是 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 经济的增速快度下滑 为了摆脱经济困境 央行三个月内五次降息 贷款基准利率由7.47降到5.31 所以当时利率降得非常快 在一系列的财政政策 跟货币政策的背景下 09年底经济增速回到危机前水平 谁知道而来的就是